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師可以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就是這個一例一休跟週休二日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現在勞動部提出來的一例一休的修法 是在禮拜六這一天 把它當作是休息 禮拜天這一天當作是立家 那一般我們正常的工作時間 現在勞動部提出來是單週四十小時 也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天工作八小時加起來就會是單週四十小時 那上一個版本它是說休息日這一天 它出勤每一個鐘頭給一個一 但是在我們平常日的時候 加班出勤前面的加班兩個鐘頭給的是三分之十 後兩個鐘頭給的是三分之五 也就是現在是會大眾理解的1.331.66 那之前那個版本在休息日這一天 給一個1 事實上是比原來的這個平常日的加班還要少 所以會造成一個現況 我們這一天可以拿來加班用 怎麼用呢? 因為它比較便宜 所以我工時會更增加 對不對? 同樣的錢 我在這邊只能做2個鐘頭 這邊會比2個鐘頭多一點點 那我們說這個概念 從這裡到這裡都叫做休息時間 對不對? 因為這是你在公時之外的 正常公時40小時之外的 叫休息時間 這個跟曆假日或是假日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 換句話說 休息時間就不是假日 所以我們來算 它現在要把它變成三分之四 前兩個鐘頭三分之四 後兩個鐘頭三分之五 就跟這個一樣 那這個超過4小時之後 目前版本我沒有看到它有什麼樣的對話 猜測應該也就是三分之五吧 好 在這種狀況裡面 事實上老闆可以用一樣的錢 在禮拜六做也可以 在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加班也可以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公時還是不會下降 因為原來要加班還是叫你來加班 所以一樣是三分之四三分之五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說 在這個休息日的狀況裡面 我們公時是不會下降的 整個休息時間統合來計算 公時並不會下降 沒有這個效果 第二個 他說過去我們是雙週84 雙週84公時 現在改成單週四十小時 也就是說呢 每一週會降下兩個小時 對不對 那一年有五十二週 等於是我們總共這個修法會降一百零四個小時 一年一百零四個小時 他把一百零四個小時 除以一天八個小時的正常活動時間 等於是十三天 於是他就說 勞工增加了十三天的假日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只砍掉你七天的國定假日 你還多了六天的國定 你還多了六天的假日呢 那這是一個錯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這個叫休息時間 這個叫假日 換句話說 他所砍掉的時間 工時降下來的時間 變成是降成休息時間 不是降成假日 所以這個換算 完全是一個錯誤的換算方法 不能這樣換算 假日就是假日 休息時間休息時間 這兩個概念完全不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 的結果是什麼呢 他砍掉了我們七天假日 七天每天乘以八小時 他增加了五十六個小時 一年增加了五十六個小時 而在休息時間跟休息日的這個概念裡面 工時不會下降 一方面工時不下降 一方面你砍掉了七天活動假日 就是增加了工時 那我們回過頭來講 我們這一次勞動法 勞動期存法的修改 是為了要調整我們台灣過長的工時 因為台灣工時非常長 我們想要把它往下降 那在這種狀況裡面 你怎麼會去弄一個工時 不降的休息時間 在砍掉我們七天的國定假日呢 你知道不是背道而馳嗎 你應該要讓我們工時下降 結果你結果 修法結果工時上升 所以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說法